东北的爷们大嗓门 东北的姑娘叫老门啊 东北有一对小兄弟 老老青天的神 东北兄弟节目相当给力 都今年北京了 坚持问题 东北兄弟每天和你相亲 今晚节目也能给你欢喜 瞅啥呢哥们啊 我们是 我们是 东北兄弟 居民楼里暗藏猫腻 这样的鱿鱼你还敢吃吗 一段感情当中 你认为什么是最为重要的呢 听听大伙怎么了 当然是两个人能吃到一起啊 玩到一起啊 睡到一起 母亲在街边扇孩子的耳光 路人看不过去了 这是亲妈妈 东北兄弟马上开浪 东北兄弟 欢乐相聚 大家好又到了我们东北兄弟的时间了啊 准时开闹了啊 今天节目一开始呢 想跟大家伙聊一聊我们喜欢的美食 哎好说点吃的 平时永哥我说特别的好这口 哎我愿意吃 喜欢吃点东家吃点西家这些小零食啊 哎对特色美味 你发现没有啊 尤其是一到了夏天 大家伙特别喜欢撒地摊 吃个什么炒粉啊 烤冷面啊 是不是 来个什么烤鱿鱼啊 很多的小吃啊 非常的有味道 觉得特别的美味 说到这烤鱿鱼啊 很多人很喜欢吃 但是呢 每逢听到这仨字的时候啊 心里呢 还有点 放个影 咱们兜里没钱呢 个影啥呀 没钱是次用 很多人都觉得这个鱿鱼安全不安全 成了一个一大隐患 哦 你是说食品安全这事啊 铺天盖玉的新闻报道 都是这方面的事情 说这鱿鱼啊 你看 给它烤完了 挺漂亮的 那到底打哪来的呢 源头在哪呢 哎呦 这些事儿好像电视机前 很多的一些观众朋友都不知道 咱们就说的味道好就行呗 这鱿鱼打哪来 打海里来的呀 这很关键呢 哎 接下来看一下我们记者的报道 说在长城市有个小区的居民楼里头 就传出了阵阵的腥臭味道 一说的是 很多朋友应该猜到了 这里面暗藏暴腻的 啊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如果说让你吃一口鱿鱼和吃四块大肥肉 你更喜欢吃哪个 鱿鱼 鱿鱼它脂肪含量少 但是我实际告诉你 人有相关的网络数据显示了 吃一块鱿鱼里面所含的胆固醇的量 相当于吃40口肥肉 但凡什么高血脂 高血压 这样的人群你都不能吃这个东西 就是说它里面党固醇的含量太高了 与此同时 我们之前经常看有新闻报道 说鱿鱼它很多不法商贩 用各种各样的化学添加剂 来去给它进行加工 对 我看过 有的时候鱿鱼跳板跳板的 瞅着老好了 你知道为什么它们要这么加工吗 不知道 这一点可能很多人都不太了解 我用一组数据给大伙来算一笔账 咱这么说 就是说正常情况下 全程冷冻运输的鲜的鱼鱼 0.5公斤得卖20块钱左右 就是一斤得卖20块钱 卖20块钱 但是不法商贩 他可以花20块钱买0.5公斤的干鱿鱼 看图片大家能看得出来 这个鱿鱼就成干了 就鱿鱼干 用这个鱿鱼干之后 你加入各种各样的化学添加剂 什么纯碱 甲醛 进行泡发 可以泡发成1.5公斤 甚至是3-3.5公斤的鲜鱼 不是 到底是买的是摩尔还是鱿鱼 这怎么还能泡发呢 总而言之 就是这么一小嘎达 它能泡发出来不劳少的 回头拿出去卖 这是一笔非常可观的利润 但是它黑了心了 你看 怪不得呢 很多的一些原材料 其实你看着它好看 未必是真正的那样 刚才一平说了 实际上鲜的一些鱿鱼 可能从色泽上来讲 并不是那么好看 但是未来这卖相怎么办呢 就得给你泡的确板确板的 是不是 给你泡的确大确大的 咱俩聊到这 可能很多朋友会说的 按你哥俩这么说 以后我们不敢吃鱿鱼了 是 今天包括饭店里的哪些干净 哪些能吃哪些不能吃 给大伙也提点建议 科普一下小兴实 到底应该怎么选 说 一 你得看鱿鱼的软硬度 新鲜的鱿鱼 往往它是很软的 软 有时候我们看街边烤鱿鱼 特别的坚硬 那完了 放了很长时间了 有的吃的时候炒牙花子的 没错 假牙别割掉了就行 再有一个 你得看它的颜色色色 鱿鱼的肉 它是比较浅的淡褐色 并不是我们所看到的那种纯白色 但凡是吃麦克 这都是经过漂白浸泡的 总而言之 关于这方面吃的话题 还是给大伙提这个行 就是能不吃尽量不吃 实在控制不住嘴的话 那就少吃了 接下来进入到本期东北兄弟的今日话题 聊天了 这个话题也挺有意思 说在知乎网上有一篇文章 说的是什么呢 在一段感情当中最重要的是什么 咱就远的不问了 问问一平 在一段感情当中 咱就说一段感情 就跟你跟你媳妇最重要的是什么 如果说我俩没结婚的话 我认为感情当中最重要的是彼此之间的包容 但是结了婚 限述金的我 我认为一段感情当中最重要的是消停 就是成天不着消停的闹听 看看网友 听听网友 第一位网友说的 互为欣赏为上 互相理解次之 互相包容再次之 互相容忍最次 不是你说的是文言文 现在问题是对于一平来讲 这个应该是倒过来 是吧 互相容忍是最重要的 快别这么闹 我媳妇看姐妹呢 弄得好 夫妻感情不合 没事 弟妹开个玩笑 第二个 第二个网友说 培养共同的爱好和家庭观 这得有 一切的问题都不是问题 长江厮守 这是真正的一种考验 在世间的海洋当中 哇塞 这说的 说没就没啊 这太可怕了 需要各种美好的事情 来进行填满生活 在一起干什么 都是幸福的 但是共同的爱好 我觉得真的很重要 他认为爱好和价值观 第三个说 在乎是贯穿一段感情当中最重要的 关心别人 其实也有道理 在一段感情当中 可能是每个家庭啊 或者说每对情侣 它的条件不太一样 所以他们的这落脚点呢 也不太一样 有的人认为这个面包是最重要的 就是物质条件 当物质条件好了之后呢 和彼此的这种精神生活 一定要一致 要不然两个人过不到一起去 没错 好 接下来啊 咱们一走上街头 来听听大家伙 在一段感情当中 他们认为什么是最重要的 你觉得就是 婚姻中最重要的是什么 当然是两个人 能吃到一起啊 玩到一起啊 睡到一起啊 这是最重要的吧 那你觉得这三样 哪个最重要 是玩啊 对于一个玩滑板的妹子来说 当然是玩啊 没有什么比玩更重要 那你要不要求你的男朋友 必须会玩滑板 他可以不会 但是我可以带着他 一起玩去交换 一起玩一起 对 一起变得更困难 最重要的呀 就是信任吧 什么 我觉得没有信任的话 就是也没有说什么爱情 钱 因为没钱 娶不了我媳妇 有老对象 觉得还是就是夜生活的质量吧 合不合喜 比较内 就是和谐一点 因为怎么说 婚姻生活需要一些调剂你知道吗 而且你这时不时 再来点情趣什么的 你需要来一些情绪等等是吧 宽容和信任吧 为什么宽容 因为可能会有一些小错误什么的 然后最多 就是如果能够包容的话 可以更清楚地在一起 判断感情最重要的是不打游戏 你 你和他谁 我呀 当然是我了 可能可能是他 那因为打游戏发生过什么 就是他不理我们 然后后来因为打游戏这个事都分手了 所以吓得感觉吸取教训 对 我现在几乎已经不打游戏了 这个东西戒掉了 感觉并没有女朋友中的 钱 那你们两个相处 你觉得你们两个之间最重要的是 钱 钱 开心呢 为什么不开心 不开心恋爱干啥呀 你不开心就想要 对 首先是经济条件吧 为什么是经济条件呢 没有经济条件呢 感情基本上都不牢固 总不能让女孩子跟着你一起吃土 忠诚吧 忠诚吧 嗯 因为就两个人彼此信任 然后这个感情才会有什么 最重要的就是对女生好吧 有多好 怎么好 就像她 她整天对我就很好 没有两脚的男朋友 现在微秘对你好得好 这就是我的女朋友 那当然是原谅了 就是快容一点 快容对方的绿嘛 不大人来聊 只要玩 很冷不深浅 我觉得要是恋爱的话 就是还是双方在一起舒服 要是婚姻的话 还是双方有 一样的生活习惯 一样的价值观什么 信任吗 嗯 嗯 嗯 信任很重要啊 就是比如说 你有些事儿 两个人意见不同的话 信任一个人的话 这意见能达成一致吧 对 感情最重要 真的 感情的机会就是这样 感情神 感情神 对 感情神比啥都行 你就不管有钱没钱 你只要有个人可以 你就可以 刚才你看勇哥 你也谈到了精神上的追求啊 我现阶段 其实就面临着同样的问题 什么问题 你知道我特别的喜欢足球啊 平时自己喜欢踢 而且眼瞅着世界杯又要开始了 我要天天捧着电视机看足球了 但是就因为这个足球啊 我媳妇总是跟我产生矛盾 她不喜欢 而且呢 她也不愿意让我天天守着电视去看这个足球 我就不知道这个矛盾该怎么调和 你知道吗 没有共同的性战 我出个招 那你说说 如果你喜欢巴西队 你就说 媳妇 巴西队这场赢了 我给你买包 买名包 奖励她 你看她比你看的还投入呢 我跟你说 那等巴西队真赢了 我找你要包一下 到时候就说 等看下一场比赛 咱们一起解 世界杯结束 那我就这么的 我就故意输一个弱盾能赢的 反正我知道她也得输 反正这个也是啊 生活当中啊 有的时候需要这种小玩笑 来调解一下彼此的这种生活 总之呢 这个我们在一起的这种时间呢 很漫长 这种基础条件也在不断的变化 所以需要彼此啊 有一个更高的这种情商 来支持这样的一个感情 说好 接下来啊 我说说今天这个日子了 今天又是日子了 今天还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 叫中国品牌日 品牌 中国品牌日 还有日 当然了中国的品牌日 你能想到几个 你指的是国产的品牌 对啊 那我经常使的 说老实话 像我现在使的手机小米的 也算是品牌日 我愿意使这些品牌 但是呢 很多一些品牌啊 我们希望它能够走入到国际市场上 比如说我们知道 几百强 苹果手机 这是美国品牌 是吧 德国的奔驰 这是这个德国品牌 而中国的这种品牌 其实现在也在 逐渐的占领国际市场 阿尔巴 你给大伙介绍几个 最具影响力的品牌 有 存讯 阿里巴巴 中国移动 华为等 嗯 你看很多的一些中国的这种 电信行业啊 这个网络行业 也在逐步的在占领市场 当然了 我们更希望我们所有的一些国人 能够更加关注我们中国本土的这些品牌 让我们的本土品牌能够茁壮的成长 冲出亚洲 走向世界 走向宇宙 对 接下来啊 咱们再进入到兄弟气象战 了解一下天气情况 兄弟气象战 天天都要看 咱们说的是 祖国繁荣有好景 天气信息祥瑞浓 先说这长春 欲为春城 一年四季展新荣 这个晴转多云大不同 麒麟市有松花湖 天气和暖 湖边相约来散步 四平市最高温度二十七 早睡早起 生活健康有规律 松原市天气状态也是晴 插干湖在当地很盛名 白城晴天 转小雨 风雨合奏幸福曲 通话朋友 爱出行 天空湛蓝总是晴 白山最低 才五度 地区差异 新游树 这个晚风年凉很冷酷 辽原天气为多云 丝毫不影响运动健身的好市民 市民文化有特色 言及歌舞 凸显了民族好气魄 省内天气各个地方都预告 省外也去做汇报 哈尔滨 轻转多云 温度均衡很亲民 闪阳多云没有雨 欢唱着生活节奏的欢乐曲 北京首都天气阴 太阳也回家去探亲 这一天一天又一天 上班生活充实点 这个乐观无忧 常欢笑 兄弟亲戚在身边 接下来跟大伙说一新闻 这新闻其实可以衍生出来咱们生活当中 很多情况遇到的一些问题 比如说 比如说两个人在交流的过程当中 可能某一个字或者某一个词 没太听清楚 就会产生不必要的一个误会 有过这种情况 咱说这新闻当中 就是有这么两会儿在那玩游戏 很多年轻人喜欢玩这个东西 一会儿发现另外一会儿 好像使用作弊器了 它不正当竞争 于是乎说了一个网络用语 叫做实锤 这实锤是什么意思 一般您长的点朋友可能都不太了解 我也是现了解的 说实锤网络用语解释是强而有力的证据 就是找到证据了 找到证据 但是对方听错了 锤 锤我们 这是要揍我们 销我们的 这要打评价 赶紧打电话摇人 结果就这么打起来了 我改交来了 哎呀 这是咋的 超出巴虎干啥呢 改交这几个人被打了 就是他这个他 然后十几个人 打我们四个 刘霞哥 他是这样的 你不是讲什么 就是当事人 在上面上网 然后我就坐在那里玩吧 然后他两个朋友就 就上那里 他就什么叫吹我 也叫吹我 然后我就把那几个人过来 然后就把他喊来了 然后他们那十几个人 上来就打我们 我心思啥事呢 原来是一场网络用语 引发的大乌龙 当事人说的是实锤 意思是强而有力的证据 因为对方玩游戏的时候 使用了外挂作弊 才说了那么一句话 事已至此 现在解释那玩意还有啥用呢 接受教训吧 你看看 你看看 就是因为这个没听清楚话呀 导致的凉活产生了误会 还把警察叔叔给折腾过来了 是 最终的原因是因为有一方耳背 干脆就不要再打游戏机了 我就发现有很多年轻人啊 打游戏的时候喜欢戴这个耳机呀 长时间戴耳机真的是会导致年轻人 对听力特别不好 二倍的对不对 关于这件事咱们也来听听 我们年轻的观众怎么吐槽 现在很多年轻人呢 都喜欢用网络用语进行交流 为此呢 我也专门总结了几点 注意事项与大家共同分享 首先呢就是 我们要选择好对象 对于40岁以上的人 咱们就不要用网络用语进行交流了 因为他们了解网络用语的唯一渠道 是每年的春节联合晚会 对于很多星球呢 接受度还不是很高 第二呢就是说 我们在用网络用语的时候不要进行套用 举个例子 比如说 把鼻这个词 咱们就不要套用到母亲身上 否则就会产生比较尴尬的结果 第三呢就是 我们在使用网络用语时尽量保持微笑 然后竖起你们的大拇指 比如说 我要实锤你 是不是 这样如果 他能听懂你的话的话 你们就正常交流 如果他听不懂你的话 他甚至可能会 以为你在夸他 刚才跟大伙聊了一个关于打群架的 接下来咱再说说 娘俩打架的 如果说勇哥你走在大马路顶上 发现了有一个母亲在教育他的孩子 甚至是大打出手 你作为旁观者 你会插手或者是劝导他吗 插手倒不一定 我不可能跟着母亲一起揍他 什么呢 你会不会拦着 就这意思 拦着呀 看什么情况 如果真是看不下眼了 真得上前说几句 多数情况大家伙觉得 第一事不关己 我高高挂喜 对吧 第二点即便有这个心 觉得你看那是人家的家事 对呀 说到底人家是一家人 对呀 你说我算是哪根葱 我算什么身份 就插手人家的事 所以很多人会在这方面很纠结 接下来咱说的就是娘俩一个母亲 在打自己的孩子 这旁人实在看不下去远了 于是乎出手相助 真想愉快的出来吃个夜宵 结果看到了真名 这孩子是犯了多大的错误 给妈妈气成这样 要不然打的咋这么狠呢 给孩子打跑了抓回来继续打 让大家伙有点怀疑 这到底是不是亲妈呀 终于有路人看不过去了 上前置之 后来了解都知啊 是因为这个小孩的母亲和父亲离异了 这母亲呢 让孩子给爸爸打电话 这小孩不打 于是乎母亲就动手打了孩子 目前这个孩子已经转由学校进行看护了 这个当母亲呢 有的时候去教育一个孩子 就是动动手这个事啊 这个我们都能够理解 他们理解证明他动手 对 毕竟一平啊 也是这么打大的是吧 但是 以前真有句老话 叫棍旺底下出这个孝子 但是现在年代不同了 教育也不一样了 你想想 你的孩子在大厅广众面前 被自己的母亲这么打 对自己内心的心灵 能不产生影响吗 对 讲多少云南白亚 都无法弥补他的创伤了 对吧 而且我们最多人是 到底是因为孩子犯了错误 还是说母亲就是自己 情绪大爆发了 导致的这个画面产生 就是不管什么原因 孩子在大厅广众之下 产生这种心理阴影啊 有的时候不是说过后一句两句话 能够平复得了的 而且啊 我还是劝导这些围观的群众们 大家伙也 尽量也别上去动手 是吧 应该保持一个冷静的心态 实在你要是觉得看不下去 劝也劝不了的话 你可以求助于110 找民警还处理 是不是 咱们来听听我们的观众 对这事怎么看 看了视频之后呢 其实我的内心当中 挺不是滋味的 特别难受 同样作为母亲呢 我可以理解 现在有很多的母亲 她们承担的社会责任 包括承担的家庭责任很重 压力会很大 比如说和老公之间的这种 关系不够好啊 或影响到情绪啊 这个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并不等于你要把情绪 和压力去释放到孩子的身上 那如果说我们的宝贝们 他们长大了以后 回忆起自己的童年的时候 都是一种噩梦 是恐惧 是母亲对自己的暴力 那我想她这个人生 就已经不完整了 接下来说这事啊 实际上跟电视机前的很多人 有关系 也跟我个人有关系 就是我呀 有一点鼻炎 那不算啥 还不算啥 东北人都有 不算啥 我跟你说非常的痛苦 有的时候换季的时候 你总爱打喷嚏 有的时候 可能是温度啊 稍稍凉了一点 别人没事 已经在那块啊起啊起 半天不停 所以这个事 过敏性的一些鼻炎呢 对于很多人来讲 它是特别痛苦的 尤其是目前这个季节 春季和夏季交替的这个季节 气温不稳定 对于这些人来讲呢 有的时候 我们需要给他们一些医学性的 一些常识 所以接下来啊 咱们就看看 如果遇到过敏性鼻炎 我们应该怎么做 春季是过敏性鼻炎的高发季节 很多人认为过敏性鼻炎和感冒一样 自己盲目下药单 买药喷一喷就感觉好了很多 殊不知这样对病情是雪上加霜 专家提醒 药店大部分治疗过敏性鼻炎的药物为血管收缩剂 这些药物只能够在短期内帮助缓解鼻塞流涕等症状 并不能够从根上治愈过敏性鼻炎 由于长期不恰当的对鼻腔用药 很多人还可能患上了药物性鼻炎 更加难以治疗 到这季节指导一些防范措施 你比如说到药店自己买一些可过敏药 或者鼻腔买一些治疗 一些棍鼻炎的滴鼻药水药 尤其对一些触碰药 一定要在医生指导下 你正确的使用 这样就会收到针对性的治疗和保证的疗效 另外严访出现一些用药不当引起疗效不确实 或者出现一些不必要的病发症 这样就减少痛苦 专家提醒我们 平时如果出现了鼻腮鼻痒 流鼻涕等症状超过两个星期 就要警惕是否患上了鼻炎 切记私自用药 以免弄巧成拙 正确的做法是到正规的医院接受检查 在确定病因之后 有针对性的用药和治疗 避免加重病情 接下来共同进入我们下一板块 名字叫做世界很奇妙贼辣想不到 世界很奇妙贼辣想不到 胡子 你看看你 这都吃到半个小时了 电视都快散场了 每次约会都这样 人家还化妆吗 还不是为了你吃到半个小时怎么了 下次别化妆了 这都快一二小时了 你怎么还没到 我找到了 在医院厂门口 你谁呀 我十九儿呀 你不是不让我化妆吗 怎么认不出我了 你干嘛 你是不是让我化妆了 我不是要走 我是要化妆 我一骂呀 你这是化妆吗 明明就是泽笼啊 但是在知男眼里的化妆 其实是这样的 好 没了 好 没了 好了 走吧 你为什么不化妆 好 没了 好 没了 来不及了 好 化妆了 马上 我给你化妆了 好了好了 快走吧 走吧 咦 干嘛化那么浓的妆 我只涂了个口红啊 口红钱等于没化妆 破红身等于化浓妆 当然 如果你让她们来帮你挑选口红的颜色 她们会尖歇式申明给你看 老婆 我觉得出门说哪个颜色口红好看的 好看的 你看我给你试试啊 这个是阴素红 嗯 阴素的 这个是女王红 这是女王的 你看看哪个好看的 我看看啊 如果我能看得见 穿上的不定白天黑夜 不能正确的在人群中 是你的事 如果我看得见 就能假扯带你当时我 永远不要和女同事吵架 因为你会输得很惨 你怎么这么没有素质 我怎么没有素质 是你没有素质 你到底还算是个男人吗 哼 野果是真男人 你也是说这些没有用的 你到底道不道歉 凭什么我要道歉啊 你 我我我什么我我我 你等着 这 来来来来 用你的口红粉底 来来来来 攻击我 哎呦 救我小婶啊 来来来 来 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一些 哈哈哈哈 他以后你怎么跟你老婆交代 哈哈哈哈 是我彼此犯的对 东北兄弟 欢迎回来 节目的最后呢 依然给大伙说一下 我们最近给大伙介绍的一个旅游线路 有一艘游轮 10.3万吨的游轮 叫做哥士达姓名号 在5月15号 从天津港起航 马上就到了 这艘船呢 是一个意大利风情的 这样的一个游艇 欧式的船 对 意大利的厨子 整个船的这种风格呢 也是文艺复兴的这种感觉 如果是喜欢 我就特别喜欢这种感觉 有时间的话 我就特别想感受一下 这样的一个游轮 一游轮没坐过 再一个呢 意大利这种风行啊 深度的这种体验 也没体验过 特别好 我倒是特别好奇的是 关于这个厨子 到底能做什么意大利的美食 那你得上船上去体验一下 以前我就知道 意大利有一个披萨出名 对 意大利的面条出名 对 好像除此之外没有什么呢 进入我印象的 你认为意大利人就吃这两样 怎么可能呢 是吧 给大家说一下这个价格 六天的行程 最低的价格是1999元 很有贵 非常的有性价比 报名电话是 0431-8850-1234 大家伙如果是感兴趣的话 就可以拿起手机来进行报名了 如果您对这个游轮不感兴趣 您对我们节目感兴趣的话 也特别的感谢大家 您可以随时 其实就在我们节目播出过程当中 不打热情电话 索要礼品 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拿出您的手机 对准电视的屏幕 拍一张您和主持人的合影发送过来 一样有机会可以得到我们节目组 送给您的一份礼物 这个礼品有很多种 大家可以随便任选七一 给大伙念一下 有中泰海洋馆提供的500元的潜水门票 有光智密码与未来游乐园提供的门票 还有真人塞斯田圈券 还有迪丽亚提供的价值69元的粽子礼券 虽然还有一个月的时间 现在迪丽亚已经给大伙发放这种端午节的福利了 最后还有长春英平风湿医院提供的健康体检卡 如果家里有老人风湿的可以来领取 感谢大家对我们栏目的支持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 感谢各位收看 我们下期的同一时间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